对俗世王朝的限制 势在必行 李长寿看着手中的射魂珠 在地下一阵纠结 当个国主 还能浑身业障 魂魄周围缠绕的业障 都快成黑灰色了 这如果不是有毒老父亲的魂魄 李长寿直接就把他养了 还能混点功德 算他赶过来的油钱 为啥会这样 这国主很残狠暴 先使扫过红灵国各处 发现这个国度总体还算正常 凡人也都能安居乐业 虽然也有贵族 奴隶这种分级 但这是现如今 凡俗普遍现象 也不会惹来这么多业障 李长寿掐指推算 凭借自己精神的推算功力 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应该是违抗天命的缘故 方国 部落之主 手中掌握着权柄 凡俗之财富 既然可以养一批先士 做国之护卫 那通过方阵 搞来一些严寿增援的丹药 字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他们本就是凡人国度的君主 天术到了 该轰就要轰 违抗天命 继续坐在国主之位 每多坐一年 业障就升一层 这还是天道陷着凡俗君王修行 且练气势成为国君 就会遭天罚的缘故 突然想想 天道老爷也是 颇不容易 有情他老爹 已经霸坐超过三百年 积累了这么多业障 轮回转世 估计也要在十八层地狱 待个几千上万年 何必 李长寿心底吐槽了几句 身影一闪 离开主殿下方 直接顿去了王宫角落 那里正爆发一场乱战 王宫的侍卫们 拼死护卫数十名 身着华裔景裙的妇人 大部分是国主最近二三十年的妃嫔 在这些妇人中 有一名头发花白 面容端庄的女子 与有秦玄雅相貌 有三四分相似 李长寿随手点出两只指人 淡定地钻入了这个妇人 以及他护着的那名年轻女子秀忠 除此之外 该做点什么 李长寿细细思量着 圣人老爷让他来此地 定然不会是为了让他就有秦玄雅的父母 这般简单 有秦只是人教先宗 一名普通弟子 虽然长相颇美 但资质并未到逆天的地步 这绝非引起圣人关注的原因 今日红灵国之事 如果是跟生伤有关 那他是不是也成了其中的一环 假如把有秦玄雅的父母亲人 顺势接去修行之地 脱离凡俗 后世又该如何发展 李长寿心底刚泛起这般念头 忽觉有双眼睛在背后注视着自己 浑身汗毛瞬间就炸了起来 灵爵一阵狂跳 玩笑 玩笑 天道老爷明见 弟子平时大胆的想法多了点 赶紧将此前的念头抹掉 那般惊悚之感顿时消失无踪 得 老老实实看戏 保一手有秦玄雅的血清 等待自己出场的契机吧 有秦玄雅过来还要一阵 李长寿施展土盾 跟在这群妇人和护卫脚下 此时飘在宫中各处的那些黑影 修为有高有低 从反虚境到真仙境不等 气息浑浊 且伴着凶煞 完全可以称之为 不成器的魔修 众多黑影 此时也被这些妇人所吸引 直接朝着此处围攻 远远打出各类咒法 轰出一支支法器 贫穷且不成器的魔修 那些侍卫小部分 有修为在身 但在这些魔修面前 迅速溃败 但这时 这群侍卫并未退缩 他们拼命集结 反攻 以血肉之躯 掩护着后方这些 与他们本无关系的 王公妇人后撤 快护着王后离开 没修为的滚 别在这送死 见此状 李长寿 屈指轻弹 几张福禄 悄然飞出地面 贴在几名修为 勉强在反虚境的侍卫背后 这几名侍卫 双目顿时 站出神光 仰头怒吼 怒发冲关 抬手撕开了胸前铠甲 浑身被鲜光包裹 仿佛冥冥中有个声音 在他们耳旁大喊 你被强化了 快点上 这几名被灵符加持的侍卫 各自低吼 正面朝着那些 魔修迎了上去 背影也带着几分悲壮 灵符的效果 只能持续片刻 李长寿将一颗射魂珠 放在了地下 觉得这些侍卫的品性 还算不错 稍后自会把他们魂魄一手 让他们能去轮回转生 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借着几名侍卫的爆发 这批贵妇人 小半逃出了王公 但宫外也是 遍布战火 他们只能仓皇逃窜 然而 国主已死 红陵国储君 友情悬崖的哥哥 昨日在前线被先是偷袭身亡 绝大多数的国主血脉 要么是在各自封地 要么是在前线遇敌 那些黑影 城中叛军 以及偷袭入城的部落铁骑 此刻的目标就是这些妇人 远远不断的敌军袭来 王宫中的那名手持长鞭 带着面甲的女真仙 也带着一群黑影不断追击 更麻烦的是 城中还有数百敌方仙士 也加入了围堵 红陵国遗孀的行列 他们要斩尽杀绝 渐渐的 王后身旁的人影越来越少 她却反手拉着那名年轻女子 始终不肯松开 大城之北 数百里 一颗冰蓝色的彗星自天边飞来 拖着淡淡的伪计 友情悬崖 以她自己都想不到的速度 赶到了此地 李长寿手掌张开 五指合拢 又一抹风顿道运 摇摇加持在她身上 李长寿仔细思量 很快就有了决断 在袖中拿出了一只 本体指道人 对着侧旁散了出去 如此 稍后若遇到什么威情 必须自己全力出手 那就用两个身份同时登场 试试能否借此机会 消除自己跟脚暴露的隐患 浓烟四起的城池 火光要红的夜幕 有秦玄雅的先石 远远探查到这一幕 吸一口气 继续向前击飞 凡人生灵 就如同一只只蜡烛 随时都能被封锁吹灭 上空已有怨魂盘踞 崩碎的红灵国气韵龙脉 洒落点点余灰 一股悲怆扑面而来 有秦玄雅道心狠狠地一揪 积极冲向城中 有秦师妹 先来我这 熟悉的嗓音 突然在耳旁响起 有秦玄雅正了下 心底拼凑了一路的坚强 几乎在瞬间破碎 深周传来轻轻地拉扯之力 有秦玄雅顺势而下 急匆匆落入了王都城百里外的密林中 一道身影站在缓坡上 眺望着浓烟滚滚的红灵国王都 这背影 这气息 有秦玄雅 自视一眼 就认出了是谁 杜仙门 李长寿 师兄 你怎么在此处 有秦玄雅背着大剑快步向前 眉头轻皱 低声道 铲叫一脉的道威先宗 已经将来路封死 师兄莫要涉险 还请速速离开此处 我有顿法 不必担心 李长寿扭头回了句 笑道 不如我来助你 咱们细细谋划 稳妥些就出 师兄 有秦玄雅 已经走到李长寿身旁 仰头注视着这个永远看不透的男仙 目中划过少许温柔 但一个呼吸后 只剩轻了 星光中 他肌肤七双傲雪 星眸柳眉 薄唇乔耳 高挺英气的鼻 仿佛在诉说着他最后的坚持与倔强 此刻让李长寿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他乌黑的瞳孔 其内映着星光 而星光便是他身影的轮廓 师兄 我是红灵国公主 理所应当为护国而战 但师兄只是杜仙门门人 若出手 便会给对方落下口实 我不想因此事牵连门内 还请师兄勿要多劝 你这般想有些偏颇 李长寿正色的 你就不是杜仙门弟子 你我既是同门 也为好友 我如何能看你陷入此地不管 可师兄 有秦玄雅话语一顿 注视着李长寿的面孔 随后又露出少许微笑 他轻轻呼了口气 话语中有几分故意流露出的轻松 师兄 你我都改变不了今夜之事 我去 只是为了敬为人儿女之责 若师兄执意相劝 那你我 今后不做好友也罢 李长寿不由皱眉 有秦玄雅 却已是对着李长寿 抱拳低头行礼 他转身 踏步向前 只留给他一个 昂首挺立的仙兽背影 仿佛没有什么 能将他击退 仿佛也没什么困难 能将他打倒 有秦师妹 李长寿呼喊一声 有秦玄雅身形停顿了下 嘴唇颤了颤 却并发出什么声响 他并未扭头 而是一跃而起 深周出现叨叨剑影 化作流光 飞向前方战火缭绕的城池 怎么办 打晕他 李长寿苦笑了声 若是真的阻止他 只怕他日后 不免还是要产生心魔 他的宁折不弯 不只是面对强敌 也是面对自己人 随你去吧 李长寿背负双手 缓缓闭上双眼 心底浮现出 有秦玄雅在空中前冲 与对方几名 先是正面交手的画面 他背后火灵剑侠 出现一条条裂痕 铿锵剑鸣声中 飞出十六把 包裹着冰蓝色火焰的飞剑 在他深周环绕 盘旋 因欲空时速度骤降的缘故 长裙裙摆向前飘起 宛若一朵冰帘 在夜空绽放 城头上空 先见呼啸 法宝光芒闪耀 山坡上 李长寿左手抬起 右手扶住左手手腕 手掌摇摇对准了有秦玄雅 掌心涌出一缕缕无形无色的 道运波动 百里外 城头上空 有秦玄雅前冲的速度 突然激增 仙剑周遭的冰蓝色火焰 暴涨数倍 那几名仙士猝不及防 只是一个照面 法宝就被击飞 身形被仙剑惯过 顷刻间便化作了几具尸首 从空中摔落 有秦玄雅长发与裙摆微微舞动 身形在空中轻轻回旋 右手握住一把飞来的长剑 身周伴着点点星光 浅白布靴包裹的狱卒向下一点 他身形 冲入这处大城之中 静止朝着王宫之外 黑影重重之地飞去 本已大获全胜 正在各处搜集宝材的敌方仙士 此时也注意到了 有秦玄雅的身影 立刻有真仙境仙士向前阻拦 李长寿顿入土中 迅速回返王都城地下 在袖中摸出了一把把各色符露 渡仙门普通原仙门人 这个主马甲 扇土盾和俘虏之阵 这一点却是不能忘了 今天就照你一次 以后打五百年功来还吧 真是 就不能听人把话说完 李长寿心底一阵嘀咕 但目光 渐渐地多了几分锐利 产教一脉的道威先宗 此事背后 莫非会有什么阴谋算计 当然 最大的可能性 是这家先门控制的两个部族 与红灵国刚好同时接壤 或是道威先宗 有意在经营东盛神州西南部这片区域 换作旁人 也许并不会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 但对于人教三巨头翟篮稳之小吻而言 但凡有这般可能性 他就必须思考清楚 做好应对的方案 假设针对红灵国是有人设下的局 其目的是什么 故意引起冲突 借此确定 水神本体在渡仙门中 应该是已经有人怀疑 到了自己身上吧 李长寿双目一宁 仔细感受着 本体行指道人身上的各类禁止 不由陷入了沉思 自然 他也在保持一心多用 暗中著有秦玄雅御敌 有秦玄雅 宛若自天而降的女战神 在外人感觉 仅仅是真仙境修为 但深舟盘旋的飞剑 却是无比迅疾 每次攻势都能划伤数人 哪怕是同等境界的练骑士 也难以与他正面相抗 除却有李长寿暗中相助 此刻有秦玄雅 也在拼命催发自己的先例 他先时已经锁定了 被中黑影围攻的母亲与长嫂 有秦玄雅 此刻迫切想冲上去救出他们 已无法计算先例如何合理分配 忽然间 有秦玄雅 一声怒斥 响彻王多的夜空 又听劈啪几声脆响 那名身披黑袍 带着面甲的女子冲到空中 手中长边一甩 远远地对有秦玄雅 打出树道乌光 围攻有秦玄雅的几名仙士 立刻皱眉后退 有秦玄雅却趁此机会 找准空荡向前击窜 数把飞剑向前击迎 那几道乌光中 各有一把四寸长的石缩 距离有秦玄雅数十丈时 被飞剑击中 随之炸出了一盆盆黑雾 漫天黑雾朝 有秦玄雅席卷而来 有秦玄雅身形立刻后退 却依然不免被黑雾包裹 毒 只是丝毫 有秦玄雅身周护体鲜光 几乎被破 有秦玄雅 立即拿出两颗里 长寿所赠的解毒丹 塞入唇间 地下躲着的里 长寿长袖飘舞 一股强风 在城中各处吹起 由下而上 将那些即将扩散开的 黑雾卷向了高空 戴着面甲的女子仰头大笑 此刻丝毫没在意 自己放出去的毒雾 被莫名其妙卷走之事 那双本音透亮灵秀的双眼中 满是恨你 死死盯着有秦玄雅 你也有惊天 有秦玄雅持劲而立 右腿拳起 左脚脚尖点在一把飞剑上 裙摆并长发于夜空轻舞 一言不发 再次朝自己母亲与长嫂 被困之地冲去 那带着面甲的女子 低喝一声 拦住她 胡捉她来我身前 我要亲手杀她 城中不少 与这女子同阵营的仙士 略微皱眉 大家都是来繁俗混的 谁都不想听这种 一看就是坏人的真仙拆遣 但这些仙士想起此前接到的指令与威胁 只能再次出手 有秦玄雅再度陷入重围 但凭借一手遇见之术 外加李长寿暗中给的助力 却是以一敌重撑了下来 仙隐重重叠叠 剑光起起落落 道法引雷唤风 一剑倾城绝燃 激战之中 有缩形法宝袭来 结结实实砸在友情悬崖后背 打得她身形亮呛 却强行忍住鲜血逆勇 云神迅速控住几乎被打散的仙力 不多时 友情悬崖身上多了些伤痕 她维尔喜爱的冰蓝长裙 增了几处破损 简单竖起的长发发烧 也多了少许焦黑与冰晶 以一敌重 终归有些勉强 更何况 周遭还有一两名 接近天仙境的敌手 忽听那身着黑袍 面带半甲的女子 再次发出尖锐笑声 一句句话语 钻入友情悬崖耳中 似是在逼友情悬崖到心失手 友情悬崖 你可知 今日是谁灭了你们友情一族 是我 是我 你父王被我控制的侍卫 斩了头颅 城墙上的阵法 就是被我撤掉 今夜齐席的计策 也是我所献 你可知为什么 你可知我是谁 你可知 这么多年 我是何等的愤恨 有秦玄雅名嘴不言 继续与周遭先是薄杀 目中却带着满满的交集 在那戴着面甲的女子脚下 重重黑影已杀光了守在母亲和长嫂身舟的护卫 十多名身着画袍的女子已经要直面那些黑影的屠刀 剑 有秦玄雅口中轻鹤 身形凌凌地躲过几道飞袭而来的流光 十六把仙剑回归身后 其上冰蓝色火焰凝成冰晶 宛若一片被放大的雪花 在背后闪耀鲜光 闭目 睁眼 背后十六把仙剑同时阵战 奋出道道剑影 于它身后 宛若神鸟展翅 孔雀开平 散 剑指前点 有秦玄雅伸舟剑光暴涌 一把把飞剑对着四面八方飞射 周遭围攻的身影 竟被它逼得齐齐后退 原本密不透风的防线 出现了数个缝隙 以卵积实 卵碎而实无恙 做人与修行斗法一般 都须有变通之意 斗法可不是单纯比拼先例 凤 有秦玄雅口中低难着 到心之中有一点灵光闪烁 那鲜柔高调的身形 竟遇见乘风而起 在身后留下叨叨淡淡青色的影迹 自身宛若融入风中 拦下它 有仙士怒吼 时数道流光飞射 立刻朝着有秦玄雅前冲的路途阻拦 但有秦玄雅在空中突然转向 划出一道圆弧轨迹 在两名仙士身侧划过 身旁悬浮的两把仙剑 看似毫无着力 却轻松穿破这两名真心的胸口 刮过其原神 背后有雪光绽放 被威风直接吹散 有秦玄雅头都不回 眸目锁定在那名身着黑袍 与半面甲的女子身上 成风 破辣 有秦玄雅长发不舞 宛若青红 背后那些追逐的身影 却被远远落开 那女子嘴角不断抽搐 目中凶光大作 手中长鞭对着有秦玄雅 远远地扔来 这长鞭竟化作了一头 红黑细鳞的巨蟒 张嘴对有秦玄雅咬去 自己来的路上 感受到的那股微风 是这样啊 有秦玄雅眸中 星光轻闪 左手轻柔抬起 剑指化作兰花纸 十六把仙剑随风而来 在他指前盘旋两周 前方竟刮起了一道横向的龙卷 龙卷的尖细末端在他指尖 另一端扩作数十丈直径 将那条红黑巨蟒 直接吞没 随之 箭入风中 风中箭光搅动 那凶狠巨蟒 转眼被搅碎 这道龙卷也随之炸碎 化作阵阵狂风 朝四面八方吹散 箭 戴着面甲的女子 目中慌乱 有秦玄雅的身影 不知何时已冲到百丈之外 有秦玄雅身子前倾 右手并着箭指 目中只有坚决 箭指之前 一把把飞剑互相贴合 从松散到锦铁 化作一把被橙色火焰包裹的大剑 倔 风起 火光暴涌 有秦玄雅 那看似缓慢飘来的身影 随着大剑的凝成 速度再次暴增 前冲不过瞬间 已化作一道火焰流星 直接砸向着面甲女子单薄的身形 没有杀意 没有什么多余的恨意 只有无法撼动的坚决 只有藏在身处的少许无奈 那带着面甲的黑袍女子 突然露出诡异的微笑 面对着如此攻势 近似是放弃了所有抵挡 她手中多了一把乌黑的梭子 随手对着下方扔制 砸向了正下方 被鲜光护住的十多名妇人 有秦玄雅面色一变 到心震动 已是从此前那般玄妙的感受中 震脱出来 大剑距离那面甲女子 不过三丈时 有秦玄雅 却是没有任何犹豫 大剑脱手而出 身影朝着下方脊椎 那面甲女子 全力朝着侧旁闪躲 依然被大剑扫过肩头 身形被打得倒飞出去 半边身子几乎都被大剑批散 但此人依然凭自己的算计 躲开了致命一击 反观追向那乌梭的有秦玄雅 在即将砸到地面时 已将那梭子握住 乌梭表面此刻已是出现了交错的裂缝 但这次却并非炸出毒物 反而是喷出了倒倒漆黑的火蛇 哄 有秦玄雅 静止被黑火吞没 周围围攻 那道仙光屏障的众多黑影 此刻也在朝着外围击退 下方仙光中 那名头发花白的妇人 仰头看着这一幕 眼中满是绝望 口中欺然喊着小雅 质问着 呼喊着 我儿何归 我儿何归啊 地下 李长寿站在岩层中 抬头注视着这一幕 一时间也在沉默不语 黑色火焰渐渐收敛 下方仙力结界轻轻一闪 已是难以支撑 火光中 有秦玄雅缓缓落下 他被一缕缕青色仙光包裹 冰蓝色的长裙 满是烧焦的破洞 且他深皱的仙光 抽走了他所剩无几的仙力 有秦玄雅努力调整身形 让自己不至于倒下 本是想站着落地 但脚下不稳 直接跪坐在了那老妇人面前 母亲 那老妇人 左手握着年轻女子的手腕 右手颤抖着抬起 身像有秦玄雅 那苍白且透着几分虚弱的侧脸 傻小雅 你回来做甚 有秦玄雅眼角泛红 抿嘴摇头 空中已有女子的嗓音 在立声呼吓 倒到黑影 自四面八方围攻而来 索性 那些原本阻击 追击有秦玄雅的先士 此刻并未向前 有秦玄雅吞下 两颗丹药 轻轻吸了口气 右手张开 大剑附画作 飞剑御敌 他摇摇晃晃 站起身来 挡在自己母亲和长嫂身前 慢慢挺直腰身 仰头环视着四面八方 剑 嗓音因自身虚弱 而变得沙哑 但飞剑依旧颤鸣 化作道道流光 将那些冲来的身影 不断逼退 都滚开 那重伤的面甲黑袍女子 再次飞了回来 咬牙大骂 他在怀中拿出一口木顶 从其中 倒出一只只漆黑的毒虫 这些毒虫转眼化作了乌鸦大小 对有秦玄雅袭杀而去 有秦玄雅 双手勉强掐了个法掘 转身将自己母亲和长嫂搂住 十六把飞剑 在深舟三丈范围内迅速盘旋 将这十多名妇人直接围住 这些毒虫 似有金刚锻造的虫身 被飞剑击飞 竟丝毫不换 飞剑极快穿梭 构筑出的防线一时挡下了这数百毒虫 但 欲剑之法对仙力耗损颇大 有秦玄雅吞下的灵丹已好过普通恢复类的仙丹 可此时散发出的药力 依然堵不上仙力的消耗 没有犹豫 他燃起了元神之力 却只是多支撑了片刻 小雅 那老妇人反手去推友秦玄雅 但只是 吃了颜年丹的凡人 如何能推动一名真仙 哪怕这真仙此刻先力亏空 越发虚弱 哪怕这真仙 因燃起元神之力 一路所受的伤势 无法压制 有秦玄雅一时渐渐模糊 已经刻入骨髓的御剑术 威力在渐渐降低 心底浮现出一幅幅画面 这些画面不断重合 只剩一个背影 他站在模糊的光影中 正温声对自己说着 说着 有师妹你这样的存在 才能随时提醒我 照亮我 师妹你看这个天道誓言 为兄写得是否通顺 我素来怕麻烦 也不想被人太过关注 更不想惹什么风波上身 前几年突然就有了与女子 触碰就浑身抽搐的病症 小穷风 李长寿 华神九尖 师兄 保重 此前的山坡上 他本是想说这几个字 可当时终归心而颤了 未能说出来 仙力被抽空 元神之力已近乎耗尽 飞剑上的仙光已开始轻轻闪烁 虚弱 虚弱感 疲倦感 面对死亡时无法避免的恐惧感 却都被他坚固的道心抵挡在外 我无悔 无怨 无憎恨 无遗憾 有秦玄雅 缓缓缓闭上双眼 元神 微微震战 一缕火焰出现在了元神中央 已是要燃尽自己的真灵 多护持此地片刻 他是渡仙门弟子首席 是师父引以为傲的弟子 哪怕是死在此地 也不愿魂魄 落入旁人手中 以免仙门为此受辱 师父 对不起 徒儿辜负了您的期许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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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秦玄雅不由一正 眼中世界已近乎苍白的他 低头看向了侧旁那名 只见过一面的长嫂 不知从哪来的力气 有秦玄雅右手凑过去 覆盖在了这年轻女子 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是 是心脉在跳动 有秦玄雅手指颤抖着 眼圈突然变红 眼泪如断线的珍珠 沙哑嗓音开口问着 为什么 为什么 反复问着 反复问着 那原本一直紧绷着自己面容的年轻女子 此刻抬手捂住口鼻 失声痛哭了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 有秦玄雅呼吸有些不畅 几乎就要 失去力气 扑倒在地上 叮 叮 叮 一把把飞剑落在地上 已是黯然无光 倒到黑影缓缓逼近 而那些毒虫 却在半空汇聚 如同一块岩石 悬在有秦玄雅头顶 空中那面带黑甲的女子 在猖狂地笑着 手指按压 那群毒虫狠狠杂落 有秦玄雅紧闭桌眼 左手握住那只吊坠 嘴唇颤抖间 发出了那微弱的呼喊 帮我 我 一道金光突然冲天起 以有秦玄雅为原星 笼罩了直径石杖的范围 杂落的毒虫 瞬间被这金光融化 而这金光 穿透浓浓的烟雾 刺穿夜空 有秦玄雅紧闭着双眼 跪坐在那 双手握着那只欲坠 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 用在了呼喊 帮我 帮我救他 师兄 金光周遭 似乎瞬间安静了下去 只剩下他的哭喊 一道还算挺拔的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 友情悬崖身旁 身着百凡殿 可以领到的 深蓝色道袍 长发简单竖起 低头注视着 面前这个鲜兽 且狼狈的身影 我在 有秦玄雅身子轻颤 有些错愕的扭头看去 却见一只大手盖了过来 将几颗丹药 静止塞入他口中 李长寿仰头看着天空 目光扫过各处 金光中飞出一道道符路 这些符路转眼 已是遮天蔽月 不知数千又或是数万 李长寿的嗓音 在城内城外响起 不想死的自封修为 原地打坐 话语一顿 李长寿看向金光之外 那带着面甲的女子 嘴角轻轻抽出了几下 你除外